科学家也提出尽客 拯救地球的时间只剩下七年了 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这一句话 你仔细去听听想想 要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地球的毁灭了就在七年了 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你说这多严重 但是有七年的时间 我们相信能救 要想化解冲突 促进全世界的社会安定 这个活血社社会 我想只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能回头了 只要有几个好的实验点 这个实验点的时候 利用卫星 利用这个卫星电视 跟这个网络来传播 不断向传播 大家都醒过来 都觉悟过来 所以有这么好的工具 要会用 这个工具 如果 内容不是正面的 还剥一些暴力色情 杀到淫妄 真的 七年这个世界晚了 没救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努力的 那更重要的 我们不管世界的安危 对我们修佛的人讲 好似 什么好似呢 逼着我们在七年之内 要念到一心不乱 自在往生 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人比你 时间长得很 不要紧 慢慢来 现在告诉你 你寿命只有七年 你欲知识之 你这七年一定要走 不到极乐世界 就到山途 然后看你怎么办 没有再长的时间了 好似的 对学佛人家好似 绝对不是坏事 让我们不能不认真 不能不专一 学别的东西来不及了 想学种种法门 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去 不吃 不要在此地浪费时间 极乐世界是佛教大学 你到那里学什么 都一流的老师 佛菩萨亲自知道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古人说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所以我们今天是 移民到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是 第一大死 头等大死 那就对了 我想今天 我要告诉同学们的 就是这桩事情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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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